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加州的 四里高中的学生 现在我上高中十年级 我学汉语 五个月了 为什么要学汉语呢 我的老师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汉语很有意思 她和别的语言不一样 她有自己的语法 发音和汉字 同时中文也是很有用的语言 说中文可以放 助我了解中国的文化 说中文的时候 我最喜欢写汉字 因为那很有艺术家的感觉 说到我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那得从去年初起 去年夏天 爸爸去过中国做生意 我和妈妈也跟他一起去了 我们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 去了上海 苏州和杭州 这三个城市都在中国的南方 但是各具特色 情况或一一到来 上海是个发生很快的城市 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住在这里 这里就像美国的纽约 我还会说一句上海话 少少呢 意思是谢谢 我们在上海待了几天 就去了苏州 听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州 苏州很美 最美的是苏州园林 我去了 游园 桌正园 花园里有花 有树 有鸟 有鱼 我喜欢这样 不像 不思 是清花的地方 从花园出来 我们去了 这下茶屋场 看他们用 传统的工艺 就做茶屋 我也做了 一把小茶屋 现在放在我的家里 每天我都用它去茶 从苏州出发 晚上我们去了杭州 杭州非常美 我们就住在西湖边 白天我们去苏地上走一走 晚上我们去吃南汉菜 我吃了西湖醋油 加花鸡 冬口肉 等等 现在每天晚上想起来 我就饿得睡不着 从中国回来 我知道我们的学校有中文课 我们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书老师 在中文课 我们从阿欧阿开始说音音 从点横树帖 那开始说对话 汉字 从你好 你好开始说对话 在这五个月里 我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我们看 我们一起看中国的音乐 听中国的音乐 欣赏中国的艺术 了解中国的文化 大家每天上课都那么高兴 我们追到汉里很酷 在这次比赛 我想像爸爸妈妈和我 自己证明 我的中文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能认识 在美国学中文的朋友 以后 我还想去中国旅行 生活 那一定很有意思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Helena Mangara 我是Thomas Jefferson 科技高中 十年级的学生 两年以前 我决定学中文 在我们学校 很多学生都学 西班牙语 法语和俄语 因为在TJ中文是新课 所以没有很多人学中文 那为什么我要学中文呢 好几次我的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我告诉他们 我决定学中文 因为我的中国朋友说 中文不但很有意思 而且很好玩 我的朋友是对的 中文又好玩 又有意思 可是 那不是我要学中文的真正原因 两年以前 我想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 我就决定学中文 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中文太难了 为什么妈和妈不一样 中文的发音让我很头疼 我的中国朋友帮我练习 他很耐心 第一学期 我常常给他打电话说 请问你可不可以帮我说中文 或者对不起 我不懂字片刻文 我得谢谢他 因为他帮助我很多字 他真是我的好朋友 每天我都花时间练习中文 一边吃饭 一边写汉字 我睡觉以前 听中文录音和音乐 我常常看中文电影和电视 因为我常常练习中文 所以我的中文开始一点一点进步了 学中文越来越容易了 现在我写字写得不太慢了 说话说得更快了 也开始能听懂我的老师的话了 现在我一点不觉得学中文很辛苦 因为学中文是我的爱好 虽然有时候学中文很难的 可是我真的喜欢学中文 因为学中文 我认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 可以和他们用中国聊天 几个星期以前 我去我的朋友Niko的家玩 她是中国人 可是她不会说中文 在她家 我认识了她的姥姥 Niko告诉她姥姥 我会说中文以后 她姥姥很想跟我说中文 我才说一点中文 我才说一点中文 她很高兴 我说你的饭很好吃 她听了就高兴极了 她高兴 我也觉得很高兴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我只想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现在正上反 我希望有一天跟很多人一样 学好中文 因为中文是有漂亮 又有意思的语言 我希望有一天 我希望有一天 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 学中文 我更希望有一天 有机会去中国学中文 谢谢你们 您好 我叫林德子 我从那时为儿 我是美国人 可是我不但说英文 而且说中文 我真喜欢学中文 说中文 连写汉字 我的中文老师教我和我的同学们 教得太好了 我和我的同学们 说中文 说得太好了 我们写汉字 写得不错 每天我们练习语法 发音写汉字 我学两年中文了 我和我的同学们 喜欢运动 美国学生喜欢打踢足球 打篮球 打美食足球 跟打棒球 我爱打牌球 美国老人常常不运动 所以他们越来越胖了 他们的身体也不好 在周末 每个人喜欢去到电影院 去运动场 还去房馆 在周末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弟弟和我 喜欢去房馆 或者去公园 中国饭跟美国饭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 日本饭比中国饭 很好吃一点 可是我觉得 酸辣汤很好吃 谢谢你 我学中文的感受 灯灌雀楼 白日依山津 黄河入海流 玉虫田离木 更上一层楼 正像唐代诗人 王志华的诗句中 玉虫田离木 更上一层楼 海语的学习 是我对人生 和文化的认识 似乎也增长了 一千倍 我登上了 冠雪楼 在李老师的 汉语版里 我学习了 具有几千年 悠久历史的 宝贵语言和文化 汉语的学习 取消了 我的意乎心理 那就是人们 对学习汉语 固有的主观议策 汉语是一种 难以掌握的语言 同时也使我了解 到汉语中 蕴藏着最重要 最古老的文化 集前年的文化 和智慧 凝聚在 具有 艺术魅力的 精美的汉字之中 每当练习汉语 白银和书写 汉语时 不会感受到 一种享受 因为它是 来自人类 自然的 创造 随着汉语学习的 纪念展 其先对我来说 非常陌生的文化 现在不再陌生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会常常用 红胡子的教导 免利自己 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 的结合 是我对 人生有了 人生有了 新的认识 虽然我的书法 还没有十全 十美 但是我的耐心 在练习书法中 得到了培养 它是我 能在其他课程 对不起 课程和活动中 求的进步 虽然我汉语 知识的不断增加 了解中国文化 成了我的爱好 我利用各种机会 练习我的爱好汉语 必有机让 我了解到 中国孩子的教育 学习和他们的生活 也帮助我 练习了汉语 其次 我还帮助一位 刚从中国移民来 美国的南海 学习英语 开始的时候 他一个英文字 也不会说 我要用汉语 与他交流 这样 我的汉语 得到了练习 并有很大的进步 这种经历 是在课堂上 学不到了 我在帮助别人的 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高中阶段的汉语 学习将给我留下 美好的回忆 但是 我不会只停留 在回忆之中 在大学里 我要继续 学习汉语 加深 我对中国语言 及文化的理解 和掌握 从而开阔 我对整个世界的 研究 我学习汉语的决定 不仅仅使我 多学了一门碗语 而且使我学到了智慧 这种智慧 伴随我的医生 谢谢各位 我的题目是 中文为我 打开了一个窗口 大家好 我叫博安娜 我在Snow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享受年纪 我学韩语 一年半了 是从我学韩语以来 我对学 语言 有了选择人士 我在中学 没学过外语 Snowden有 日文 大文 中文 和西班牙文 学校让我学中文 那时候 我觉得 学中文会很难 很可怕 我觉得 紧张 可是我错了 从第一天起 我就对汉字很有兴趣 我们只用了三节课 就学完了数字 这让我非常高兴 我可以从艺术到一百 来 我可以回家 对 我的父母说 王冬说 终于了 我可以说外语了 一年搬过去了 我学了不少汉字 现在 我对说韩语 更有兴趣了 我觉得 学韩语 近的不可怕 学韩语 只是 一个开始 我的梦想 是当一个语人 学家 中文为我 打开了 一个窗口 我现在读些好韩语 更有兴趣了 我要上大学 我希望 我能在中国上一年大学 我能住在中国人家 和中国人对话 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 在大学 我要学更多的外语 然后用外语 学习各国的文化 我还要去世界各国旅行 谢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麦兰 我是加州本里 私立中学的学生 今年 我上十一年级 我学韩语五个月了 这一次 我想和大家 说一说 我要学习韩语 首先 我对学语言 很有兴趣 我去生的时候 就会说波兰语和英语 上七年级的时候 我开始学白语 这三种语言 我都说得不错 比方说 比方说 hello 在博兰语是 chest 在法语是 bonjour 不过 不过 在韩语里是 你好 大家也能 听出来 韩语时和 我说的 这些 语言都 不一样 我觉得学韩语 是一件 很好玩的事情 还有呢 我对书法和绘画 非常有兴趣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上过 一段 一件书法课 我还有 笔墨直言 我很喜欢 写汉词 因为他们和 ABC字母不一样 每个字 都很独特 有它的历史 它的生命在里面 你写的时候 就觉得 你实在享受 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而且心里 觉得很平静 当然 学韩语 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 韩语是非常 有用的 兴趣 语言 我的爸爸妈妈 觉得 未来韩语 一定是 人们 沟通的 主要语言 之一 如果可以 学好韩语 我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我可以去中国找工作旅行生活 我可以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 做点事情 总之 如果能学好韩语 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两年以前 我家去中国旅行 去了上海和香港 在饭店的时候 我们 电赛就 用表演的方法 爸爸还 变成一只工具 让他们知道 我们想吃鸡肉 所有人都 哈哈大笑 我想下次 我去中国旅行 应该可以和中国人 好好地聊一聊天了 这就是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是任乐康 我的英文名字 是 Luke Rosenblum 今年十七岁 在St. Ann School 上学 能参加 这个青菜 我学得 很高兴 我的演讲 题目是 毛泽东的茶 我2007年 夏天 在首都市 翻大学 学中文 在课上 我学了一些 陶价 还价 的词汇 有一天 我乡乡 去潘家园 连连 薪水的词事 我很喜欢 我喜欢收集 毛泽东的 纪念品 而且 听说 潘家园 市场 有很多 这样的东西 买 马泽家园 毛泽东的 查处 是一件 令人 难忘的事 那天 是 星期天 我早上 八点 就出发了 北京 热的 讲 一座 火炉 就是多度 而且 潮湿的 教人 受不了 那个市场 很早 就开门了 有人告诉我 如果 如果 找到 的话 就能 买到 家里 无美 的 宝物 市场 在北京 城的 另一边 所以 我先 坐 公共 汽车 再 转坐 地铁 最后 再 转坐 公共 汽车 差不多 九点半 我终于到了 潘家园 数多 永客 已经 在那儿 观赏 购买 古物了 一排排 琳琳 满目 的商品 领我 牧布 嫁 火 拉了 的 太阳 照得 我 越 走 越 可 最后 终于 找到了 一个 买水 的老 太太 我买了 一瓶 水 喝完了 以后 继续 逃价 还价 我 慢慢地 走着 最后 一套 毛泽东 的 茶 的 银 如 盐 连 中 套 茶 酒 包括 一个 茶 壶 四个 茶 杯 和 一个 托盘 我 我立即 知道 这套 茶 醋 一定 属于 我的 毛泽东 纪念品 博物馆 商店的 主人 是一个 拉拉 踏踏 牙齿 掉光 的老人 我 出了 一个 家 当时 他 忙着 吃 午 饭 没 理 我 连 他的 脸 似乎 都 埋 在 那 合成的 满满的 茶 面 里 他 飞快 用 筷子 把 茶 面 送 进 嘴里 我 真的很 喜欢 拿 茶 醋 所以 我 仗了 一点 下 并 拿 出 钱 来 正 好 勾 这个 家 又 是 同 时 电竹 的 脑袋 从 他的 饭 盒 里 出来了 他 放下 筷子 粘了 起来 从 我 手 里 香 过 钱 然后 很 小心 地 用 小 包 纸 包 好 每一 钱 茶 醋 最后 放进 一个 黑色的 塑料 袋 里 能 买到 毛泽东 的 茶 醋 我真的很高兴 现在我的 毛泽东 博物馆 又添了 一千 新东西 虽然 那时 我还在 世界的 另一边 当时 我已经 能 想象到 这套 茶 醋 放在 我白色的 树架上 会是 多么的 油 人 我 今年 夏天 要去 中国做 奥林匹克 运动会 的 职员 者 我也 希望 这次 还能 买到 更多的 毛泽东 纪念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老师们好 我是金明金 今天我想说说我学习中文的经历 当我十四的时候 一天 我正走在 阿兰洛的一家商店里 一个店员看到我 冲着我叫了一声 你好 虽然我只有十岁 我知道你好 是什么意思 我爷爷会说 一点点汉语 他叫我说 你好 从艺术到时 不过 看到一个蓝眼镜的 两眼 讲中文 我很吃惊 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中国人 可是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是分不清 中国人和韩国人的 现在我已经学习中文有两年了 那声 你好 让我认识到 中文在全世界都很流行 也让我以后机会 就开始学习中文 还有 我想长大后 做香奈儿公司的 中国公关经理 在北京或者上海工作 今天我想说说我的韩国背景 对我学中文的影响 我以前非常非常不喜欢学中国字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发现虽然韩国语 用的是不一样的字 有的词是和意思有关的 比如说 在韩国语里面是芝麻酮 在中文里也是同样的意思 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让我对韩国语也更了解了 我印象最深的中文课是关于买东西的 我的中文老师说 在中国买东西不要忘了讨价还价 你要说太贵了 还要赚出不在乎的样子 如果你刚上去很想买 你付太多的钱 我的中文老师说 中国好吃的太多了 就让我更想学习中文了 我喜欢吃四川菜 我不怕辣 我也喜欢吃面条和喉锅 当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在菜单上跳自己爱吃的东西 我希望我的中文会越来越好 有一天当我去中国旅游的时候 我能在大街上的人打招呼 在商店里和人讨价还价 在餐厅里点菜 别人会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 我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有几个文章我还要加上 今天晚上我的中学举办prom Tonight is prom night at my school 可是我觉得这中文演讲比赛更重要 但我认为这中文演讲比赛更重要 但我认为这中文演讲比赛更重要 当然我的prom day很失望 当然我的prom day很失望 但是我很高兴我来参加了这个比赛 但是我很高兴我来参加了这个比赛更重要 但我很高兴我来参加了这个比赛更重要 我今年十七岁 我家有六个人 我爸爸 我妈妈 一个姐姐 两个哥哥 我是最小的 我妈妈是台湾人 和我的爸爸是澳大利亚人 我认为学中文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在很多国家说中文 中文很有用 所以我要学中文 我学中文快两年了 我喜欢我们的中文课 我们学课文 有时候看中国电影 也听中国歌 去年夏天 我去北京五个亲戚 我住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 我每天七处去睡宵 我学校叫北市的二府中 就在北市的对面 我在二府中 学中文 还学历史 和武术 和猫鼻子 这是一个我的猫鼻子的话 学校附近有很多仓库和商店 每天放水以后 我和同学们去仓库吃饭 我们和仓库的服务员 成了好朋友 我们住在北京 但是我们去拍了床床 床床真的很长 我们还做火区 去了西安和上海 西安是古城 上海很时髦 我喜欢古城 也喜欢时髦 所以我很喜欢中国 我还会再去中国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太高好 我想你们一定想知道 我的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是什么意思 哈喽是广东话 的 hello 太高好是 哈卡法 就是客家话 大家好 的意思 我叫陆的名 陆地的路 德国的名朝的名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想成为一个中国童 我喜欢中国的方言 我喜欢中国的这些 我喜欢所有中国的东西 所以 我想成为一个中国童 要成为中国童 就得学好中文 中文的方言用字 用得很不一样 举个例子 广东话 就是广东话 用这些字 是 不 没有 等等 广东言 就是广东人的意思 不说 他有没有这本书 他们说 可以有没有你本书 他们不说 我不知道 他们说 我应激 他们不说 谁有这本书 他们说 广东言 有你本书 还有 三月五 就是上海话的意思 上海话 不用这些字 你 我们 这 那 等等 咱和你 这是上海人的意思 不说 我们 他们说 他们不说什么 说傻 四川人 也不说什么 他们说 傻子 听起来像是 像是 傻瓜的傻子 中国的方言 真是很有意思 中国有很多 有趣的地方 我去年夏天 去了北京 北京人说话 总带儿子 我现在就当 一个北京老百姓 我在北京 住了三个星期 我登场长城 去天堂故宫 还有天堂门广场 不过 我最喜欢的是 和好的胡同 胡同这个词 全不是汉语 是蒙古语 意思就是水节 胡同中古老 有很多历史 我觉得 胡同跟美国的 接到非常不一样 他们两边都是钱 我觉得 坐在胡同里 就像坐在 中国的历史里 我还很喜欢 中国的这些 我虽然只读了 一点多年 但是我觉得 公子的思想 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学习了一个新的东西以后 就要经常复习 所以思想 对我们学生来说很重要 如果我们学而不复习 就会忘了书国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中文流行音乐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王力宏 因为他也是学汉语的美国人 虽然他18岁才开始学中文 但是 他能唱中文歌唱得那么好 我想我也能 学得跟他一样好 中国有意思的东西 很多很多 我的中文老师给我们 介绍了 中国人怎么给孩子名字 怎么过春节 还有茶文化 但是我想知道的更多 所以我一定要设好中文 成为一个中国童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好 我叫潘雨秋 下雨的雨 去天的秋 两年前 我上了我的第一节中文课 我走进教室 黄固四周 想看看还有谁同我一班 我只认识艾琳和明浩 我们三个是这个班上最年长的 去他的全是九年级的学生 这使我感到惊讶 提出我们做自我介绍 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人 我 在月末时我们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名字 第二个月我们已经知道中文名字了 不久我们一起做作业 一起复习考试 大家互帮互助 我们不但学到了中文 而且还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如没打球更球 所以不能上星期五下午的课 我们知道爱比每到三点就会头痛 我们知道客人和哈纳划船 并且我们还知道鬼星打排球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赋予是真的生病 还是假装生病不想上课 在学年末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善善心情不好 我们知道 凯琳会带谁去舞会 我们知道 四个琢磨做什么 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大家庭 我们一起长长 暑假以后我们回到学校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陌生人 我们急切地回到中文课 和大家分享 在加齐东的所见所闻 艾琳和斯勒去了中国 富裕去了阿拉斯加 波云和亚瑞回到了墨西哥的家 现在我们又聚在一起 又开始互相讲笑话 说悄悄话了 反笑的第一天 超好离我们出自见面 整整一年 我想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年纪 虽然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朋友 但是我们的中文班 永远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为这个团体而做好 谢谢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孙思明 思想的思 明白的明 我现在是 Bellman Hill学校 九年级的学生 来Bellman Hill学校的那年 我想七年级 我们学校开始三门外语课 汉课 法语和西班牙语 我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学汉语 因为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学习汉语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我以前学过西班牙语 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也知道我不要学法语 我现在上汉语二年级的课 我得学汉语一点都不后悔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要学汉语 我刚要回答他们 他们马上又问 你不觉得很难吗 我常常回答他们说 汉语一点都不难 我觉得能学汉语非常酷 我太喜欢学汉语了 我的汉语老师是嘎老师 嘎老师教书教得非常有意思 他有不同的方法教我们 比如说我们走平板比赛游戏 北戈窑 讲汉语里的故事 跟同学表演对话 只要是有意思的活动 只要是能帮助我们 学汉语的活动 我们都做 我每天都盼着上汉语课 我盼上汉语课有很多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汉语课一点都不无聊 每次上汉语课 我都会非常激动 特别想说汉语 特别想回答嘎老师的问题 上汉语课 我从来不觉得累 也从来不想睡觉 嘎老师每天都要我们 带着阳光精神来上课 也就是说 我们每天进他的教室 都要快快乐乐的 我和我的同学每天都很快乐 因为我们的教室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教室 盖老师常跟我们说 他的教室就是中国 我们教室的墙上有很多简直 这些简直是我们自己课的 教室里也有很多可爱的动物玩具 教室里还有一个玩具箱 里面有空烛 杯碟 酒 什么的 我们汉语教室 是我们学校 唯一有玩具箱的教室 还有 我们的教室 总是有好听的中国音乐 我们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快乐的教室里 快快乐乐的学汉语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下午好 我的名字叫夏米亚 夏天的夏 米老鼠的米 又亚的亚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那年的我们 明媚的阳光 矿场的教室 和爱的老师 友善的同学 我坐在我喜欢的教室 学习我喜欢的中文 感觉是那么的美好 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中文 这么很难的科目 每到这时 我都会想到他们 那年的他们 那年的我 那年 我们结下的 深厚的友谊 两年前 我和两个从地球 另一边来的两个女孩 Lisa和Cicilia 结成了贵重密友 你或许觉得 要成为好朋友 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 双方至少要讲同一种语言 可是 我们三个确实例外 Lisa和Cicilia来自中国成都 他们来到达拉斯 学习英语 他们住在我家 住了一周 这一周改变了我许多 正是他们 让我有勇气 算着中文怎么课 正是他们 及其中文 我对中文的兴趣 也正是他们 是的中文在我眼中 不仅仅只是一门单纯的语言 出来的他们 一开始的确有一点害羞 不过我们一起吃过烧烤后 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了 他们给我看他们家人的照片 让我唱他们从家乡带来的零食 给我听他们MP3 离中国的流行歌 我最近还记得Cicilia教我唱他最喜欢的歌 他们叫我的父母 爸爸妈妈 我们则互称对方为哥们儿 让我一直难忘的事 那次我们一起看动画片 花木兰的情景 一个美国女孩和两个中国女孩 一起看着一个美国制造 讲述的又是光顾老中国 和中文字幕的美国见面 想象一下吧 这是一副怎样起了融融的画面啊 但是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因为一周的时间太短了 你别在我们不晚晚半情愿的情况下来到了 尽管我们是那么的舍不得对方 可是是时候说再见了 我们会一起那一周的种种玩意 但是进不住泪流满面 尽管我们肤色不同 背景不同 语言不同 可是这不能妨碍我们的游戏 花木兰只是一部没有国界的电影 我们的游戏如同这部电影 也是没有国界的 我想学好中文 去中国程度看望我的朋友们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年的他们 那年的我们 那年的友谊 大家好 我叫Harrison Bigler 我的中文名字是B-Long-Bong 我在康尼第一个旧的 Kingsworth-Oxford 学校上十一年级 汉语和中国文化 对我来秀有很大意义 我小的时候就听 修过中国这个广阔的国家 很多美国人认为 中国很神奇 因为中国是 如西遥远而神秘 2006年夏天 我到中国旅行 是我有机会 曾经在中国文化集中 我在北京 上海 苏州和汉州路有了 一周多的时间 每一个城市 都有其独到之处 北京的独特之处是 古老中国的 以及令人惊天不遗 上海这是新中国的代表 上海这是新中国的代表 去处有都许 四周一美丽的远离 二组称我希望 每一个都有机会去 会去看看 汉州的美在于 汉州的美在于 围绕周围的 四元和湖泡 汉州西湖是 城外有可避道的 城地 有可可 一步行 七字行 车或座穿 进行游览 在中国 陆佑市 在有 在有 在有趣的 经历 就是参观 北京的胡虫 我们在那 遇到了 一个老 北京人 他可以给我们讲 关于北京生活的 很多有趣的故事 他还给我们准备了 茶 花生 和挂子 胡同的构造简单 可以是住民和灵族 很容易相处 是我无法和中国人 很好地交流 的唯一障碍 就是语言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说中文的原因 我想说说汉语 我想能够和中国人无障碍的交流 我的最终目标是能够流利的说喊语 了解中国文化 谢谢 谢谢 参观 2007年3月22号 我和我的同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以后 来到了北京 我们都很激动 一下飞机 就想去吃中国饭 跟北京人聊天 去了解 和感受中国文化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东伟 我是Belmonteo学校十年级的学生 现在也是汉语三年级的学生 这几年很多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中文那么难学 汉字那么难写 中国文化又那么难懂 可是我学汉语的经历 跟人们的担心正好相反 我觉得汉语很容易写 汉字很容易写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也没有天地之差 这几年我学会了拼音 学会了很多汉字 学会了永汉语问答 还学会了下跳棋 抖空诸 课间词什么的 去年出了北京一个星期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 不管我在教室里学了多少 都不会有我在北京的那个星期 学的东西多 爬城城 吃炸鞋子 逛外附近大街 跟小贩讲假 跟北京人聊天 参观打工的地学校 早上去天堂 看老百姓前面 我和我的同学 像一样 快快乐了 匆匆忙忙 有来有去地感受着 中国文化和北京人的热情 这就是为什么 课本 生字卡 听录音 和看路上 都不能让我们 真正感受中国文化和中文 所以我说 想要学好中文 你一定得去中国 我去过中国两次 第一次 我去了昆明 那时 我只会说 你好 谢谢 再见 我第二次 去中国 是去年三月 那时 我已经学了两年的中文 所以 我在北京的那个星期 我真的让我自己 等了一次中国人 在北京的那个星期 我每天都在说中文 我上个游泳泥 一下子 从Belmont Hill 这条小河 跳进了北京这个大海 我一天到晚 都很激动 都在感受中国 我找各种机会 和小饭挣扎 我找各种中国饭吃 我找各种机会 和北京人聊天 不停地说韩语 做梦 也在说 我真希望 时间过得别太快 真希望 我能天天都在北京 可是 好梦不长 一个星期 很快就过去了 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以后 我和我的同学 又回到了波士顿 自从出了北京以后 我变了 有北京 让我更喜欢学中文 让我爱上了一个遥远的国家 那个国家 就是中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来自新子西 今年十一年级 我从小学一年级 开始接触中文 可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我和我的同学 常常忘了感谢 我们有学习中文的机会 很多时候 是因为别人的惊奇 和不相信 让我想到 能学中文 不是一件平常的事 我实在是非常幸运 能在公立学校学中文 上去有一年 我参加北紫西的 特别乐团排练 我是唯一从微绕那去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们有中文课 当我和我的朋友 在研究取名时 我顺口说 看不懂 这是德文 我学的是中文 我的朋友瞪到了眼睛说 你说 你学中文 对啊 我毫无疑惑地回答 奇怪的是 他马上告诉 另外一个朋友说 卡兰学中文 那个朋友说 真的 别盖 另外一个男孩子也说 你学中文 你等一下 跟那个中国男孩子说说 我们听听 我正没想到 学中文成了一件天下奇事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吹黑管的都在西齐 卡兰会说中文 我们说的正高兴 只会说 安静 安静 太多话了 我们不好意思地 彼此上看 我认识 那个中国男孩子告诉我 他的中文是在家学的 他很羡慕我能在学校学 在回家的路上 妈妈也再一次提醒我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中文 他要我珍惜学习的机会 今天我用衣袖打游诗 做结束 我用树子来说明 中文的声和气味 我想如果那些乐团的人听到 可是要从椅子上掉下来 中文实在太酷了 我现在请伯代师帮助我 一心五意学中文 二八教人正是我 三心两意学不好 四生实在很难搞 不应不全不是我 六生无主谁帮我 七步城市该多好 八斗之在很难找 九品大人若是我 十全十美恶涛涛 谢谢大家 请多多指教 大家好 我叫安娜 我去年就在北京 跟一个中国家庭待了九个月 我的新的文化和语言经验特别多 在外国学习非常丰富 一边学外语 一边学外国文化 可是刚到外国的时候 任何人难免都会碰到尴尬的情况 比方说 有时候我听不清楚别人的话 回答的问题完全不合适 有人跟我说 今天的天气很好 我回答 哦 我是美国人 过一两分钟以后 我发现我的错误 我的脸变得很红 虽然有时候我不太了解中国文化 可是我闹的笑话不可生熟 我试着让中国人对美国人有相当好的印象 但是我怕普通的中国人觉得我的中文说得乱七八糟 比方说 我第一次跟中国家庭吃饭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说 尝一尝吧 我才想尝的意思也就是是 因为在英文里 是同时也有尝的意思 所以我去买衣服的时候 任何时候我都问收货员 我能尝一尝吗 他们都认不住笑了 可是我以为就是因为 他们从来没碰到过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女儿 他们都大概听过这样的说法 我们有一篇课文是关于外地方味的 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错误 我以前说的不对 所以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收货员 在那么多白货商店都开我的玩笑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 让我丢面子 可是在学习中 通过尴尬或者闹笑话 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我永远不会再用错识和长这两个词 这样在这种尴尬中 我的中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很高兴有机会讲一下我为什么学习中文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 中文很实用 也很有意思 首先 中国有13亿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从上个世纪以来 中国的经济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很多外国公司也到中国投资 所以 会说中文给你提供很多的机会 第二 汉字不但漂亮 而且能表现中国的文化 每个字像一幅画似的 不会说中文 就很难真正地了解中国 但是 如果你好好的 认真地观察一个字的话 你好像 能看到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文化风俗 比方说 妇女的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字 左边是一个女人 右边像扫地的扫 这就表现了 妇女在奉剑社会 她们在社会 以及家庭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 我觉得为了学习和研究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人们应该读一点中国文学 不过 不要读法律版 试着读原版 我希望我将来能够 读中国有名的小说 像陆逊的空一集 和巴金的家 但是 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 揭露了 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 但是 要是你能读懂原版 你才能 真正地体会 作者的意思 最后 我写中文 已经三年多了 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 有很大的兴趣 我要去中国 学习旅游 中国有五十多个省 很多省都有自己的方言 但是 中国人都说普通话 我觉得 我们应该学好普通话 这样 我们能 去中国 很多的地方游览 更深地了解 中国的社会和人民 谢谢大家 对不起 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叫 神少芳 我美国名字叫 美根 轩berg 我的学校叫 St. Ann's School 在纽约是 布鲁克林区 今天 我的演讲的题目是 不是一个香蕉 不是一个苹果 而是一个香蕉苹果 我总是知道 学习中文 我会开始有很多 令人激动的冒险和发现 但是 我不知道 刚开始学中文 很快就有这样的发现 我学中文的第一年 有一天 我们开始学 有关水果蔬菜的课 在市场买东西 除了有一种名字以外 其他的名字我都知道 只是不知道 香蕉苹果 这个名字 我和我的同学 都很感兴趣 所以我问了我们的老师 香蕉苹果是什么 第二天 他带来一个 看着像是美国苹果的东西 后来他告诉我们 那个苹果是 他从我们的餐厅拿来的 因为他看着 很像是一个香蕉苹果 真的 过了事 苹果 对不起 除了我以外 我的同学 对我们老师的 家 香蕉苹果 很满意 我确定 跟我的妈妈 去唐人切看看 因为我住在 纽约市 纽约市有三个 唐人切 一个在 曼哈顿 一个在 布鲁克林 一个在 皇后村 唐人切是 中国产品的 小世界 非常热闹 有很多 测色行车的男人 和带着孩子的女人 买碗汁 买菜 在唐人切 也有书店 DVD店 面包店 和素素多多的餐馆 他们都很渴望 为每个 走进来的人服务 并且 如果你要 跟他们联系 说中文的话 专闺都很高兴 唐人切 也有很多 肉店 他们把 除了皮的鸭子 挂在橱窗内 也有很多 海鲜店 在那儿 有活的鱼 恐怖的鲜鱼 和别的奇怪鱼 在 食品店 有各种各样的 地地道道的 中国 水果 和蔬菜 大半美国人 从来没看见过 在 每个食品店里 掌柜都告诉我 他们不知道 什么事 想挑苹果 或者 他们没有这种水果 我很失望 但是 我在唐人切 玩得很高兴 因为我用中文 跟中国人 交谈了 也学习了 用中文 中国菜的名字 而且 而且我和我的妈妈 每次都吃 很好吃的晚饭 我和我的妈妈 每年都 去唐人切 好几次 但还没有 找到 香蕉 苹果 我从来没有 出过中国 所以 我真的很好奇 香蕉 苹果 到底 是什么 我很乐观 我希望以后 能在中国 吃到 真正的 香蕉 苹果 尽管这样 我还是找到了 我对 中国食品 中国文化 和中国语言 的爱 谢谢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字 是欧清廷 今天 委员上的题目 是在校生里 学中文 刚才 听到我名字的时候 各位也许 心里觉得 欧清廷 是一个很奇怪的 名字 青年级的时候 我也这么想 到了中国 中国人 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哈哈大笑 笑得我莫名其妙 有一次 在虹桥市场 给我课章的 那位师傅 就问我 动物吗 我只好尴尬地说 对 本来 我觉得 有一点不好意思 还请老师 帮我改名 可是后来 我发现 这个名字 是一个很不错的 开成白 就没有改 我学中文的时候 经常说错 学习外语 就是这样的 学习中文的学生 尤其是这样 因为 中文的四声 很难发 一不小心 我们可能会把 自己亲爱的妈 说成马 看的书 说成砍的书 问过的人 说成吻过的人 实在很吓人 原来我也很担心 放这样的错 可是后来 我发现 放了错 没关系 不说错 就不能有进步 我们对于那些尴尬的瞬间 可以以笑而过 所以有用弃校对错误 对于学外语 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校为什么会对学中文 有这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是因为 校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语言 比方说 中国人和美国人 对校的看法很相像 都觉得校对身体好 中国人有一句 笑一笑十年笑 美国人也有一句 笑声是最好的药 另外世界各地的人 一听到笑声 就都觉得很友好 因为笑声是欢乐的表现 甚至两个人语言不通 只要互相笑一笑 还可以变成朋友 笑声没有声调 没有语法 没有汉字也没有字母 一听就懂 所以笑声很重要 因为笑声我们都能听懂的语言 我在中国的时候 发现笑不但让人放松 还可以帮我学中文 去年我和我家里人 在西安旅游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聚会 那里有很精彩的舞蹈表演 我们从来没见过 觉得非常漂亮 一位中国老太太跟我说 往前走一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可是我以为我听到的是 你应该去跳舞 我问到真的吗 我问到真的吗 合适吗 她说是啊 当然 所以 所以 我虽然紧张得不得了 但我还是站了起来 走到中间开始跳舞 我自己觉得很奇怪 一边跳舞一边笑 过了一会儿 我的家里人也站起来 开始跳起舞来了 跳完舞以后 中国老太太不想让我丢脸 所以他没说什么 可是后来 导游告诉我我做错了 我虽然很尴尬 但我还是一笑而过了 从这件事我学到了很多 我发现中国人日情体贴 但我还是得多练听力啊 到了中国 中国人 跟中国人接触 我觉得 我知道 我会犯一些错 可是没关系 因为大家一起笑一笑 尴尬 就过去了 要是今天我说错 我也就一笑而过了 今年起 我的妹妹也开始学中文 她的老师 是我三年前的老师 给她起的名字也很好玩 叫欧蝴蝶 你们听到这个名字也想象吗 我希望这个名字 会一直提醒她 学中文 我们笑的时候 学得最棒 谢谢 大家好 我叫Samantha Silverberg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正爱 我住在夏威夷 上鹏和学校 在我学校 同学们都学一门语言课 学校有五个语证 白语 西班牙语 夏威夷语 日语 还有汉语 虽然我的家人都不会说中文 但是我还决定上中文课 因为以前我去过中国 我们一直喜欢去旅游 参观名称古街 买东西啊 什么的 这时候我对中国的经济 历史和文化都没有什么兴趣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觉得中文不太难 我的成绩也好 作业也不做 但是我进了高中呢 我的中文课开始难了 我的成绩不这么好了 我不喜欢中文课了 这时候我知道 你要学好中文 非努力不可 不就 我的成绩好起来了 我的 在中文课上 老实说的话 我都听得懂 今年在中文课上 我们又学空子的观念 又学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 我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 再说 我看到学中文 是很重要 一方面 空子的观念 空子的观念很有意思 比如说 空子说 失去遇到 空子觉得 受加油的人 应该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 我很喜欢这看法 受加油对别人有帮助 因为社会需要有知识的人 社会越发达 越需要有知识的人 空子的观念 对我们美国也有用 帮助大家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让社会有更多的人和爱 另一方面 为什么说中文是重要呢 中国越来越发达 对别的国家 的影响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 都在中国的帮工厂 中国的经济 开放大大的影响着 世界经济的发展 学会中文帮助我们 跟中国人 带着到 探生意 交朋友 开展 教育 文化 等 各方面的交流 学会用中文 是很重要的 今年学校 我跟30个中学生 去到中国 帮助落后地去的 少许民族的学生 学英文 我们打算叫他们英文 他们可以教我们中文 这样 世界就更小 人们更容易沟通 所以 我 我一定坚持 学中文 我非常喜欢 我学的经文 为你 谢谢 大家好 我叫 Jeannette Miranda 我是 Thomas Jefferson 科技 高中的学生 我学中文 学了八年了 去年夏天 我去过中国旅游 在北京 我参观了一家 景泰兰工厂 在那里 我观看 一位艺术家 怎么制作一个 漂亮的景泰兰 小话题 在美国 我没有太多机会 在校外 用中文 和中国人 聊天 交流 所以在中国的时候 我每天都很想 跟中国人 用中文 交谈 我告诉那位 艺术家 他的花瓶 很漂亮 他一听我说中文 就紧急地 抬起头来 微笑地 看看我 我们就开始 用中文 聊起点来 虽然我说的不是很多 可是我真的很高兴 我有机会 可以用中文 和中国人 聊天 我也觉得 用中文 和那位艺术家 交流 帮助我 更容易 懂他的意思 如果我和中国人 说中文 他们也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不同的人 很多人也许去过中国 但是很少人能自己 跟中国人交谈 不需要别人翻译 很多美国人 去中国旅游 喜欢到各地去看看 可是很难了解 真正的中国文化 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如果会说中文的人 去中国 他会看到 很不同的中国 虽然我家不是中国人 可是我对中国文化 并不陌生 我很小的时候 就吃过中国棉条 觉得中国饭很好吃 我留学的时候 我家搬到香港 我们在香港 住了三年了 我们在校外 我说英文 在我的学校上课 也用英文 可是我上了一门 中文课 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我害怕在校外用中文 我怕别人笑我的中文不好 或者觉得我很笨 因为我说中文说的有点慢 可是后来我认识到 那个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说的不太好 我就会多说 多练习 我会更加努力 当我学了越来越多的中文 我不但开始在校外 用更多的中文 而且 越来越喜欢学中文 住在香港 给我更大的动力 学中文 我认为 什么人都可以学得好 我喜欢学中文 的第一个原因 很特别 尤其是汉字 第二个原因 是我喜欢用中文 跟中国人交流 如果以后 我会香港 或者去中国大陆 或者台湾 都能用中文 我认为 学生学外语 是为了用外语 对我来说 学字 听力 和说话 都很重要 可是 在课外 用中文 最重要 每当我觉得 反复联系 学字 没有意思的时候 我就提醒 为什么自己 要学中文 我就会想起 景泰兰的艺术家 我希望将来 我能用流利的中文 跟很多 像他一样的 中国人 聊天 交流 所以我能 更好 完全 了解 中国文化 谢谢 谢谢 我小时候真的想起 如果我在地上 打个动 穿过地球的中心 一直到另一头 我就能到中国 多亏了我的科学课 我现在意识到 这个想法是 多么的可笑 尽管今天 我清楚地明白 有无数难以克服的障碍 阻碍 我宏伟的打通地球的计划 但是 小时候的这个故事 仍然塑造了 我对中国的印象 而且 这个印象一直在 我心里存在了 数多年 我开始学汉语以前 中国对我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 也不可及的国家 因为 我哥哥在 中国旅行的经历 和他留在 中国工作 和生活的最终决定 我曾无数次地 听说过中国 然而 我从没想过 我从没想过 有一天 我自己会 踏上这片的土地 在我开始学汉语以前 我所能够 想到中国的无非 学习天文数字 上亿的人口 广播的土地 还有 书也书 父亲的历史遗迹 现在 我学汉语 学了两年半了 去年 学着因为 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我还去 北京 语言文化大学 学习了一个月 汉语 现在 我对中国 的了解 比以前多多了 这个大汉语环境 对我的汉语提高 有多大帮助 自然 不用说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 还参观了 很多名声古迹 游览了 数多自然风光 我爬城城 有古宫 光天堂 我敬意 有 青黄 冰马羊的 微妙 微笑 和小蓝色的 古色 故乡 我既然达了 中国文化的 多才 我在 春桐的中国茶楼里 一边 听着 经济 一边 品着 明茶 在 红河 岸边 骑着 小马 表达 我还 参观了 冯门学苦 我和 北京人 一起 居在 拥挤的地铁 车厢里 当时 房子 锁住 大差异 也融 火 大 这一景 尽管 我去了 那么多 有名的地方 经历了 那么多 不同的事 我的 中国 最值得 一提的地方 还是 善良好客 的 中国人 刚到 北京 不久 我和 朋友 计划 坐地铁 去 天安门 广场 我们 走 进 最 近的 地铁站 看见 南条 等着 买票的 张队 因为 看不当 售票 窗口上 的 汉子 我们 我们 随便 站了 一条 队 希望 这条 队 是 对的 我们 后边的 一个 中国的 用 一条 队 我们 说 我们 应该 占 领 卖一条 队 因为 我们 要买 当场票 不是 买 月票 尽管 这 既是 中国人 向我们 传达 犹豫的 一个 小小的 跳 事 但 这间 小小 就让 我难 遗忘 在 北京 参观 故宫 天安门 广场 等 名声 故 这 事 我们 经常 碰到 好奇的 中国人 要求 和我们 一起 拍照 有的 仅仅 只能 用 最 简单的 英语 说 进 照片 我们 和 无数 中国家庭 站在 一起 微笑 白泽 是 我 可以 想象 有 我们 在 中 间 的 照片 被 摆 在 许多 中国人 的 家里 我的 汉语 学习 和我的 中国 新加上了 我对 中国文化的 了解 这些经历 无形 中 给 改变 着 我的 生活 我 我 现在 意识到 中国 那个 我小时候 觉得 要不可及的 中国 其实 比 我想象的 近的 多 我意识到 尽管 中国 有着 这 独特的 文化 全世界 都有着 相当的 希望 和 妄想 我意识到 尽管 中文里 有那么多 汉子 而且 也许 花再 多 时间 和 努力 也 很难 全部 学会 但 只要 十三个小时 一六百英里的 学术 飞过 世界 的 高空 你也能 体会 中国 所能 呈现 给 你的 一切 谢谢 大家好 我是 博大师 我今年 九年级 虽然 我只是 高中 一年级 的 学生 可是 我很关心 我们住的 环境 问题 去年 圣诞节 我去 Vermont 看我的爷爷 我们谈了 很多 能源的 问题 我们越 谈 我越 担心 再过 三十年 仍 越来越 多 可是 我们的 石油 森林 梅 我们的 天然 资源 要 变少了 如果 我们 不 解 如果 我们 不 解 运 能源 我们会 有 能源的 危机 你们 也许说 别 担心 可是 我 真的 崭心 啊 中国是 一个能源 丰富的 大国 可是 工程 散费问题 很严重 散费 是什么 散费 是 只 工程 排出的 废气 费水 和 费家 为了 让 卖的东西 便宜 减少 成本 增加 竞争 能力 很多 工程 不管 散费 问题 这让人民的健康 受到很大的威胁 汽车 废气 会造成空气污染 今年的奥运 在北京 旧行 中国为了 得到这个机会 特别注意 废气 的问题 政府鼓励 大家 多用 公交 美国 也有 散费 问题 废气 费水 和费家 我们的问题 也很严重 说到这 你们这些 跟学中文 有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吗 我一想 我可以用中文 告诉你们 我的想法 我就觉得很开心 用中文 沟通队 我是 一个挑战 就像 环保队 我们 我们 也是 一个挑战 如果 我们 有目标 可努力 我们 会得到 成功的 喜乐 我们 都知道 中国会是 一个 经济 大国 我希望 中国能 注意到 环保 的 重要 中国能 成为 一个 重新 环保 的 大国 我 我 希望 订阅 但它也很合理 在中国的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方式 我会说一句话题 在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资源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资源 和我们的资源 未来我们的资源 不只是在我们的资源 不只要不大 number a university but to thrive, to thrive in ways that they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at they could thrive. idal vy do this, we hope, for students who are on our campuses, the five campuses as students, but we also strive to do it in conjunction with community initiativ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onfucius Institute is one aspect of our China strategy and i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that reaches out to the communities near and far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o engage the i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Mandarin and Chinese culture. This enriches us, it enriches our students on the campuses, it enriches how we conceive of ourselves as a university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am thanking you for being here today.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today when going around and talking with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as well as the parents who are so filled with pride is that a lot of learning was taking place today that no one necessarily thought would be taking place when you were driving here this morning or flying here as we had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as far away as Hawaii, California, Texas, Alabama, Virginia, New Jersey and I won't try to mention all of the places because I will invariably miss one or two or three but my point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pulse, a rhythm having to do with young peopl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andarin and in teachers eager to teach them and with parents excited about the dreams of their children, their progen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ay as well that it goes o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o see that the coming together today has brought 24 students in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all saw on this stage today is exciting all by itself. When I asked you as participants what you learned about yourselves today or what surprised you you told me many things but in some ways it suggested the same thing which is to say you learned about yourself that you were even stronger than you thought. You learned about yourselves that you had strengths that you were a bit timid about until you stood up here today and demonstrated them in full force. You learned that you are not just in a community of one or even a community of 24 interested learners of Mandarin but that you are part of a connected community that is certainly national but I argue again global and when we feel connections to other communities we think about everything we do and see and learn and know differently. It's as if we take off the blinders and open them widely and your hearts, your souls, your spirits are open. This event takes place today o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I always say it's the most beautifully positioned of our five campuses and I think you saw this today but I also argue that this is part of the excitement of today and part of what the university wants you to feel. 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The view is beautiful. The rhythm and the pulse of learning on this campus is palpable. You are participating here today in ways that do you proud, do your parents proud, do your teachers proud and when you look at yourselves tomorrow morning participants in the mirror you will see a new you enhanced by this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that you have had here today. I'm a parent. Many of you, as I've said, I've talked to you today, are also parents. When I was going around meeting you and asking who you were, many of you said, oh, I'm Alex's mom, dad. I'm this person's and I said, you know, years ago when I first took my child to child care, I was forever known as Jonathan's mom. Of course I have a name, but I was forever known as Jonathan's mom. That remains my proudest title, my most treasured title and I saw that when I watched each parent looking at a son or daughter or granddaughter today, as the case was. I saw that repeated. I saw that pride. I saw that hope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at's what you were expressing to me, a continuity of things in the future better than they are now, better than they were when you as that parent we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learning. I've watched all of this. Let me go back to what we tried to do at the university. We believe we succeed better when we prepa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learners so that when they graduate, they feel themselves to be stronger and wiser and better human beings who are better engaged and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classroom and beyond the classroom, whether those experiences are in local communities, in service learning activities, or in global communities, engaging study abroad, internship, a range of opportunities in a range of countries of the world. Years ago, when I first started doing international efforts, I lived in another state, and my son, who's now 35, but was then probably eight, I wanted him to feel comfortable with my being away two, three times a year for six weeks or so at a time. And so I went into his room and I got his globe and I said to him, Jonathan, your mom's going to be in this place for, oh, about six weeks and showed him on the calendar when it would be. And I said, it's sort of like a big house and this is just another room in the house. This is where I'm going to be. And he said, okay, mom, as if this is the way life is. Many, many, many years later when he was a freshman at university, I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he was having with a team of, I forget what the course was, but there was a small team of students and they were working on a project together. And I heard Jonathan say, you know, it's just a big house. We just all live in different rooms in this house, the globe, just a big house. We're all in different rooms in the house. And my ears perked up because that's what I had told him when he was about eight or so. But then he continued in this way. He said, so, because it's our home,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tegrity of this home that we live in. And my heart was just bursting. here I had said something to him years previously that I simply said to make him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e fact that I was going to be gone. He took it, incorporated it in ways I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and gave it back. Not to me, I just overheard this remark, but he had incorporated it in his life, in his learning, in a way that apparently has made a difference. what went on here today makes a difference and will make a difference. And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I want to say again that it has been our privilege to host this event today. And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participated and who have come 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participating. And if I ma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again to Council I for coming from New York, from Deputy Councils Yao and Lee for being here also today, to Chancellor Motley for having your campus host this event for us today. That's meant a great deal. and for my colleagues, of course, th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lan Guo and Bai Feng Sun, who is Bai Feng, where are you? Who is the yes, Bai Feng,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for my colleagues who are here, Dean Messler, Associate Chancellor Langley, Bill Wright from our Communications Office, and when I do this, I inevitably forget someone. But from my heart, I say thank you to colleagues who have all participated in making this day possible and ensuring that the successes of this day, which is to say the participation, lives in the pulse and in the rhythms of the university. Carolyn Lee came here today from Hawaii. She was so pleased and so thrilled to have her daughter participate that she brought a gift with her to share that she said she would be embarrassed if I mentioned. But gifts from the heart are never an embarrassment. They simply make the recipient the richer because of it. we will be able to share with Council I and the New York General Council's office,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hich is housed here on the Boston campus, and with the President's office, your gift. And I want to say a special thank you for bringing it with you from Hawaii. Thank you. to have brought us gifts. You have brought us the gifts of your progeny, of your children, who are eager learners of Mandarin. And so let me say just one more time, as my son reminded me, we live in the globe that is our home, in different rooms, but we all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home and to ensure that we as those who live in the home thrive.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and welcom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各位 學校 領導, 感謝 你們 支持 這一 場活動 才是 這場活動 取得 圓滿成功。 Respected Senior Vice President Marcy Williams and respected Chancellor UMass Boston Dr. Keith Motle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Scholar Stud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 家長, 各位 老師, 各位 同學, 首先 我在 這裡 代表 中國 總理事館 代表 總理事 Penker 大師 在第三屆 全美 中學生 中文 演講 比賽 取得圓滿成功 表示熱烈 祝賀 Now,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Ambassador Penke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York and the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Consulate, please, I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hird Chinese bridge fo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speech contest in UMass Boston 對各位 參加 比賽的 同學 取得好的 成績 表示熱烈 的 祝賀 And also a grea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contested and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test And also many thanks for the parents who support and give all methods to your children who want to speak Chinese and learn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many appreciations to the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who's engaged up the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ut great efforts and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 is a booming phenomenon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r friends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 So we have organized this as the first Chinese bridge contest fo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所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欢迎更多的美国朋友 美国学生学习汉语 也欢迎更多的美国朋友 美国同学到中国去 去亲身实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魅力 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 我们广大的美国朋友 特别是我们中学生 在学习中国语言 中国文化方面 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I suppose that everyone of you will gain a good successful result on Chinese learning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 为主持这次活动付出心情脑洞的 我们孔志学院的院长 艾伦果先生和孙白凤女士 And also finally please accept my appreciation to Mr. Alan Gore and Madam Su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context And many thanks to all friends and all the students And all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is activity and ev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听我把船睡叫好 听我把船睡叫好 看我把绿叶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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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秋下一心愁 炎火焖烹焖夜少 coming 一零眼葉撑上 花落红花落红 花落红绫绫 catch ricic cote 花落雪彩花落红绫绫绫绫 雪彩 beam 盼时人像双鱼焰 花刺破اء杯 我的残酷 总归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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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走了夏夜去 秋一楼 春去东来 北京不再 我叫好春 湿匆匆 我叫好春 湿匆匆 我叫好春 花落红 花落红 花落红了 红红了 红了 红红了 湿匆匆 香双云烟 我叫好亦获得残酷 总归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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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春秦匆 春走了夏夜去 秋一楼 春去东来 北京不再 我叫好春 石匆匆 我叫好春 石匆匆 石匆匆 我叫好春是从草